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泛民都很恨香港研究合会 因为他们就是用来帮建制派 帮中共西环搜集数据 帮他们调整选举策略 但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过往几次的民调都相当准 而且现在都越来越少 我们说民调机构 除非你是大型的选举就会有民调 例如之前那几次的选举 都是没有民调 所以大家都慢慢接受了 香港研究学会的民调是有一定的准确性 当然它有准确性的原因 因为就算它是为中共服务也好 也要准确性才能帮中共服务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共识 就算它是一个投共机构 乃共机构也好 它的民调是有一定的公信力 做了一个什么的问题呢 就是问三岁分流 究竟香港有多少人支持 你会看到 在10月20至30日 去年 就有43%支持 30%反对 然后剩下那些就是没有意见 或者未知难说等等 去到2019年 就仍然有43%支持 26%是反对 其实你会看到反对反而少 好 回来 当然了 这个民调一出 我看到Now下面的留言板 那些黄丝就说 这个是奶共机构 根本就不可信 我心想 不可信 泛民就不会经常拿香港研究学会的 就是普选民调来说 就是现在他们的选情是怎样 当然也有人说 他说 这个民调 只是找那些没有开车的人来做 那一千人 我说我相信没有哪些人开车的 那很合理 因为香港就是没有哪些人开车的 就是没错 香港有很多车 但是你除了七百多万人 其实真的会有车的人 绝对是少数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我昨天说 我也觉得 我有一个角度是错了一点 我说 香港市民一定是不会喜欢隧道加价 什么什么 我就忽略了一件事就是 其实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没有车 很多人可能你住屯门天水围 根本就不是去香港上班 可能是去九龙上班 去香港上班的人是很少数的 会开车是更加少的 你会可能经常都感受到 红碎的塞车 但是你很少会感受到 东碎和西碎的塞车 因为你搭的什么101 111 108 102 全部都是经红碎 接着你就会完全是明白一件事就是 对了三岁分流 你说令到三条隧道塞没关系 如果红碎塞少一点 你就对我有着数 这个就是主流民意 就是我自己呢 都要承认一个错误就是 我对香港的民情呢 都是太没信心了 喂 其实我的想法 应该是跟港大市民 因为我跟港大市民 都是 常常不开车 很少用西碎 或者就用西碎 就是又搭巴士 但我主要过海巴士 都是会搭红碎 那我们当然会支持这个三岁分流计划 那接着工党 就是很多人都很诧异 他说工党 张超雄和郭永健 竟然是支持这个三岁分流 那些人就骂 你工党就是语文为敌 喂 他里面都说明了 喂 其实现在加价都是加司加车 加其他东西 交通工具没有加的 那你对于打工仔 不会有影响的 那当然了 还有些人说 那你现在就是找一些 吃车司机来交票 其实我真的很憎恨这种的说法 就是 究竟香港的交通问题 要躲在所谓 找吃车司机后面多久呢 喂 因为你永远都分不了 究竟谁是找吃车 谁不是找吃车 就算你硬分 穷人就可以多些津贴 有钱人就没那么多津贴 人家有钱人就找些穷人 来做人头买车 也好 有什么车都好 就是这个东西 你当区分不了的时候 喂 所有开车的人 就躲在那些 找吃车司机后面 就享用了各式各样 对于这些这样的 就是 开车的人的一些优惠 我自己都觉得很简单的 就算是找吃车司机 有几多个找吃车司机 真的拥有车的 有几多个找吃车司机 的隧道费是自己给的 有几多个找吃车司机 是整天都要过海的 还有就是 有几多个找吃车司机 会觉得 我呀 宁愿塞到天荒地露 我都不肯给多几十元隧道费 但是如果给多几十元隧道费 可能可以走多几转 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 我常说都不可以说 只是泛民 或者建制 就是 垃圾会的议员 就是脱离民情 你们就觉得 哎呀不行的 这些东西一定不可以 就是反对 不可以实行的 喂 现在你在香港 研究学会的民调 就告诉你 喂 现在越来越少人反对 但是当然 我们常常说 立法会有很多议员是直选的 嗯 计算超级区议员 有过半数 为什么他们会站在市民的对立面呢 这件事情 我们迟下可能说 很多政策都是这样 因为他们虽然说是代表市民 但其实他只是代表两种人 一种就是选民 那些是什么选民呢 就是公屋选民 因为公屋选民 就是最容易可以枯到的 撕楼选民不是没有 但是撕楼选民很多都是建制派 比如田北辰啊 梁美芬那些 就是撕楼选民咯 好了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代表自己 就是有时有些交易的时候 他是会选择代表自己的 那你想想立法会议员 一个月有多少钱啊 十匹东西啊 九万八啊 你想想立法会议员有多少个驾车啊 就算没有驾车啊 他身边那些人 即是那些朋友也好 他代表那个党也好 他代表那个阶也好 他代表那个阶层也好 有多少人驾车 那所以你 虽然你说 哦那民主派 或者直选议员 就应该代表民意咯 是他会代表民意 但是他更加会代表他自己咯 好了 但是呢 今天的主题不一样 我想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港大学生爱 就是这个仓傲 那当然啦 这段时间都经常上新闻的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们在这个学生会 咨询的过程里面呢 就表达他们的政见的时候 就很得人怕讲些东西 就是 讲些什么呢 其实就跟之前那个 那个陈冠康或者之前的陈一我很相似 就是我记得陈冠康和陈一我就说 就是六四没有发生过这些 那他不是讲这些 可能因为他们这个年代 不要说他们 连反对他们的人都没有经历过六四 都不会问这些问题的了 那他们会讲些什么呢 他们说香港呢 其实那些议员呢 被DQ呢 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我们觉得呢 二十三条和国歌法呢 只要有中份的痴心呢 就应该立法 原则上就不反对 李国璋呢 被解雇呢 其实是一个就是 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所以呢 他们被解雇呢 其实都是 就是运用了雇主的权力而已 那接着呢 那些人就问 那你是不是建制派 他是共产党呢 接着那个仓傲的候选内阁呢 就说自己呢 其实我们的民主 即是我们的政治光谱 就比较贴近民主党 而另外呢 还有一个独立三片 很奇怪的 也是讲这些东西 讲这些东西 就是他说DQ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等等 接着他们最后 他说什么 我呢 如果用一个政治人物来形容我呢 我觉得我比较像湯家驊 我先讲这个奇怪的人 就是这个人呢 他说呢 就参选常务秘书 那我不太熟悉港大学生会的职位 就是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主席 那你知不知道常务秘书做什么 他说我上任了之后 会开始了解 就是我心想 这些真的很好笑 不是 那很正常的 学生的活动的选举 经常都会有些奇妮人参加的 有这些奇妮人 就是你如果是成年人 觉得很奇怪 我们以前玩开学生活动 就知道 喂 学生会也好 什么学会也好 就专多奇妮人的啦 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 没有人跟他们去选 他们会自动当选 或者是用一个信任票去做 那这个 就是说自己是汤家驊的人 名字就叫麦家俊 那我想你就不知道谁是麦家俊 但是呢 其实他是上届的立法会 港岛区选举有参选的 麦家俊 就是民主思路的人 名字是一样的 当然不是同一个人 那麦家俊的民主思路 就是汤家驊 那你和他的名字一模一样 你说自己是像汤家驊 也很合理 当然汤家驊就说 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人说我 那和你一样是变色龙 也是投共的 那当然是像 好了 但另一个仓傲 就说自己像什么 像民主党 然后呢 那些民主党的胡子会撲出来 你不要乱比喻 你一点都不像我们 然后有些人说 他为什么说他像民主党 听听听 不是啊 都挺像 他说什么 他说DQ是很合理 我还记得那时 梁柔被DQ 民主党是第一时间割席 然后他们就说 暴动罪就是 我记得那时说 冲击议会 梁柔被冲击议会 然后被捕 然后林卓廷就说 没有人可以凌介于法律之上 然后暴动罪 梁天琦那些被判监呢 陶锦生还说 这个判决很合适 合适 我真的心想 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那些东西是一样的 你民主党又是原则上 不反对国歌法 又觉得政府是有权立23条 不过你会假扮反对而已 喂 其实这些东西 除了李国璋这个所谓的 校董是不是一个僱傭关系之外 其实所有东西 他真的跟着你这条路来走 他就是觉得DQ是 我要尊重法治 他就是觉得国歌法和23条是要立的 他就是觉得作为一个 他觉得不可以这么激 我们要跟政府有谈有谈 喂 跟你们的政治路线一模一样 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说错 他们讲漏了一个 是什么呢 这个学生会候选外国应该加上一句 就是如果各位同学觉得这些不能接受的话 我们都会帮各位反对一下 原则上我们觉得这些没什么问题 他们会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他们就会说 有我比没有 你是不是也要含泪投票 你是不是想连学生会都没有了 学生会没有了 你就是停止运作 很多福利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你要含泪投票 你要留我 这个港大学生会事件 我就想从两个层次去看 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就是 其实我不是想教那些 港大学生怎么投票 因为 学生会的事务 当然我自己身份上有点尴尬 但而且我也不是港大 我也觉得 作为一个外人 你不应该就着他们的选择指三道四 因为他们的学生是有判断的 你是不是要教那些学生投票 我觉得每个学生都会懂得如何 如果你有看过 这个学生 我不知你那时候 有没有去看过那些学生会的咨询 港大的咨询是最多繁文欲哲的 就是中大其实都繁文欲哲的 哇 港大不知有很多 每一重有很多的环哲等等 就是和港大的学会 我以前都去过 他的咨询要知道几天 还有最搞笑 有一次我去看动漫学会的咨询 十几年前 四十八个小时的咨询 咨询到最后那几个小时 他们才发觉 因为原来最重要的那些问题 我们还没开始问 最后浪费了四十五个小时 问一些无谓的问题 然后剩下我三个小时 就是狂问那些真的有用的问题 但已经不够时间了 一会就完了 这些就是我印象中的Kong Yu咨询 但我今次看这个学生 我就明白为何咨询是这样的 因为咨询有很多的步骤 你就令到这些人有现形 因为这些学生 我几个咨询都有详细看的 其实不单止讲证件 我都不要 有很多人对这个学生会的内阁反感 你别以为只是纯粹是证件问题 他们对于很多那些 譬如电脑计划 对于什么common room 就是这些学生很关注的东西 他们全部都是不知道的 这几个人 那他们选来做什么呢 这几个人 不 又要这么说 噢 奇迷人 不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 他有受到政治任务 那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呢 因为选有缩分 即有缩分 就可以令你增加 你有申请宿舍的机会 我不知道港大是不是这样 有些人就觉得威风 有些人就是觉得 我没有工作 我见没有人选我就选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第一件事 就是我不会去教别人 怎样去支持 或者反对这个装 因为学生是有自己的判断 我们的外人 我觉得也不应该 橫加插手 因为我们不是学生 如果各样东西 都要教学生怎么做 不如你去选吧 那叫学生会 那不是立法会 就是用立法会去看学生会 我觉得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今天是这样的 你想想幼稚园那些填飾比赛 当我父母下手下手的时候 那大学学生会 由立法会议员下手下手也很合理 这个也是一个世代问题 就是有很多老师 他经常都觉得 年轻不懂事 让我教你怎么做 那这些就是 这种传统文化炎落 我又不想这样做 我不能够 因为我很恨这个学生会 而我去做这件事 另外当然 也有些黄丝 其实很少 这次又不是很多 但是也要嘲笑一下 就说 就是当初这个退乱 就是搞今时今日这样 就是今时今日 所有学生会出的问题 仍然有人觉得 是因为退联的问题 好心啦 退联多久啊 你还拉上来说 不是很简单的 那些人当日就说 因为那些本土的装 就去投这个公投 投退联 搞到那些人走了嘛 喂 现在大好机会 原来没人想装的 那你就找个社运装 左交装上去这个抗U咯 那你就可以喜欢搞什么公投 搞重新入联那些任你去搞 那你这些左交去了哪呢 那当然我也不可以苛求 因为那个问题 现在那个学生会 有染红的嫌疑 或者有个疑魂 但是你不怪得他 因为就是香港就觉得 没什么学生 是想搞学生会 因为学生会很辛苦的嘛 你以为搞学生会那么容易吗 我认识很多搞学生会的人 是要离开一年的 就是整年就是搞学生会的 什么都不可以搞的 你做漏一点东西 懒一点就会被人围插的 学生会是在所有的 就是我们说是媒体 学生面前 没有东西可以隐瞒得到的 重要就是你做完学生会 分钟出来 有很多老闆不肯请你 就是这些这样的三杀位 没有人做是很合理的 而结果搞到一些 这些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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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求 我也很体谅 所以我就不会像这些黄匙这样说 那么你们这样的一班 那些左交出去选啊 你们那些都会想到最多的 channels 我不会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考虑 不是所有学生都一定要 背好学生会这个责任 但是唯一的事情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是 好了 现在大家都这么厉害这个桩子了 你怎么踢它下去呢 这个我就真的要值得探讨 因为我们从一个技术上的探讨 你如果要令到一个桩子它上不了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不信任票多个信任票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投票不合门栏 我们说大学的学生会选举 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或者一个你觉得很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太少人投票了 就是很正常的 现在一间学校随时有超过一万个大学生 未计算那些碩士那些毕业那些研究生 一万个学生你怎么叫当中有一半人投票 因为没有可能叫五千个学生投票了 所以他们会把门栏关系得很低 现在Kong Yu的当选门栏我记得是十个百分比 都不得了 你不能够奢望有一千个学生 是会赞成这个学生会上庄的 即是不会有一千个人投赞成票 于是他们再放宽那个门栏是怎样呢 我们是十个百分比门栏 重要就是只要里面 反对票是比赞成票少 而总票数是多于十个百分比 那就可以上庄了 那你结果想推翻一个庄的时候 你就陷入一个两栏 好像上次浸大那个庄就是这样 很多人说你不满意我就投反对票 我以前试过反对一些我不喜欢的学生 我都陷入一个两栏 我投反对票其实是等于投赞成票的 为什么投赞成票 因为你推高了那个投票门栏 而现在大学那么多人不投票 你要反对一个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投票 结果浸大那庄就因为投票门栏不够高 所以就上不了庄 但其实投票赞成票比反对票 那你想想如果你的反对票投回到够门栏 但又比赞成票比赞成票还要怎样呢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 港匡于学生就要考虑了 因为我听说他们现在开始搞一些计划 就是搞不信任投票 但是不信任投票会不会令到他们 反而当选的机会大呢 算了我们不要教港大学生投票 不是我不是教他们 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学生会的投票制度 就是因为尽量让他们当选的门栏降低 结果当你有一帮你不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 你要赶走他们就很矛盾了 就是我当年也面对过这个问题 究竟是不投票好还是反对票好 当然也正如有Nana说 我觉得玩这些东西 比我抗议的学生比我更聪明 我都没有做大学生那么久了 我怎么会救他们熟 和我看回他们的资讯呢 他们全部人都是有闻有路的 问的东西 或者他们挑战的地方 他不是纯粹好像那些左交 我觉得他们那些问的问题是比立法会高质 因为立法会纯粹是宣洩立场 或者纯粹是表演 别人真是很仔细的 他会问每一样东西 就是我所说的 他断着这个工作 不单单是政治问题 可能是他们上庄的心理准备 还有他们都被他们搞到 起初就会哭 接着那些人再问他 你不要又哭 千万不要哭 即是连哭这件事 原本是想着博同情的 都被他们踢破了 接着呢 搞到他们老修程度就走了 有一次的问答环节 就是说话都不够你说话就走 这些事情 我想抗与学生一定比我更努力 所以只不过就是介绍给外面 我们这些局外人知道 现在发生什么事 还有我也是很重新一样东西 就算装置怎样坏都好 第一他有参选权 第二这是大学生的事务 我们可以品评 但你不要教抗与学生如何做事 这是重点 好 下一节再说其他事